這個別開生命的記者會是選擇在一個港區西岸的防空洞來舉行 基隆市文化局安排了一場比較少見的音樂表演 在防空洞裡面來欣賞 體驗格外的特別 平常來基隆都覺得說好像就是去廟口吃一些小吃美食啊 然後想到基隆好像沒有什麼記憶點 可是我今天來這個古蹟這邊才發現原來基隆的防空洞還蠻特別的 我本來以為說會是一個很荒芜的感覺 但實際上呢你走進來之後 其實它有很多這種人文資產的感覺在裡面 所以今天來這邊做體驗 第一次看到基隆的防空洞 我是覺得蠻新鮮的這樣 今天比較特別我們是在防空洞這樣子的空間嘛 那其實防空洞大家一進來應該可以感覺到 那個聲音的回響跟一般的空間不太一樣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表演的話 我們就需要對聲音的考量有比較多一些細節的 思考這樣 那今天其實就帶來了一些我在基隆採集的聲音 然後搭配現場音樂的演奏 然後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比較不同的聲音體驗 但是呢我今天很開心就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用不同的形式來去說 每一個防空洞它曾經所承載的一個回憶 讓更多人透過不同的方式跟聲音 以及我們安排的活動讓大家看到基隆 文化局已經開始在籌備 當然呢也希望議長們跟議座們的支持 讓我們在未來的這一個的預算上面 能夠很順利 我們這邊真的是 古蹟也有 歷史建築也有 真的是很多 可是我真的 這些事我真的在社區服務了40年 我慢慢的在這10幾年慢慢的才去瞭解這些 謝謝 因為我也帶年輕人進來發展起來 活化我們的社區 把我們的先動地基活化出來 我來跟師奶奶打個招呼 他會跟你講整個基隆港的歷史 國人自製的第一個燈塔叫球仔山燈塔 基隆港雖然小但小而美 你看有沒有所有的玩具小汽車 所有超級的夾娃娃機 2023聽時光說古蹟活動 透過豐富活動的規劃 帶領各地的好朋友 來了解基隆西岸的文化之旅 讓參與民眾更加了解 基隆港區西岸的文化資產故事 穿越時光探索大航海時代以來 作為台灣頭的基隆故事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